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來到玩具TV Special 基本上你們現在看的有機會是星期一 為什麼呢?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開始變 什麼都要Change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節目安排也都會Change Change什麼呢? 今次這段影片是我們某程度上都要試驗性質的 對,深奔嘗試 如果大家又看到星期五晚的節目 一開始就已經介紹了 蒙面超人電單車SYKON 還要是Midicum RAH版本 沒錯,今次我們星期一會出這段影片 就想試一試精品少少去介紹一下 你們的反應會是怎樣呢? 沒錯,因為我們好像平時 就會在直播裡面剪出來 我們今次特意去拍攝 是特意的 特意去拍攝 看看大家會不會覺得更好看 是的,當然了 精製少少的都不代表我們的主持會 精製的 因為是否性質方面是重的 我也不會做任何功課 所以真的要靠我們的監製 如何把這段影片剪得好看 沒錯,最重要的 觀眾一定要支持我們 希望多看這段影片 是的,其他 其實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究竟我們拆出來之後的反應是怎樣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覺得好啊 你們不妨還是聚回接播吧 等等等等等等 沒有所謂的 聽你的意見 我們會接著 沒錯,那我們出家 說回玩具吧 沒錯,Medicum的RH系列 今次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早前我們已經在3ZERO來講 介紹過的 Cycone 旋風號 1比6 看到其實拿了3ZERO的2號 看到對一對比的盒子就知道 大陣仗了 老鏈這麼大 但是 大家又不用怕 咦? 手指弓都抖得起 又不是很重 直到輕 首先,這次Medicum 跟上次一貫的感覺 因為上次1、2號 都是一個綠色底的一個盒子 這次的車也是一樣 沒錯 基本上有買到之前 系列的兩隻 都不需要特別擔心 擺在一起 一定配合 整堆一起的 好,後面就一樣 有他們的產品 美麗的展示圖 是的 看到1號和2號 都是駕駛同一架車 為什麼呢? 好,就要開給大家看一下 是的 聽聞這架車 雖然價錢較高 三叉幾天 但坊間也有多少人想買 我想是品牌效應 由Medicum來說 都會出1比6拉打的黃告 所以消量和就員的角色 受歡迎程度 都真的有保障 對呀 而且以Medicum出電單車 其實都不出過很多部電單車 對呀 對呀 所以這部好像都蠻渴 渴渴 渴渴 究竟質素如何呢? 一開盒你就會看到 一堆排氣口和一堆開電單車的手 這堆是共用的 對呀 這裡可以根據你想 一號駕駛 還是二號駕駛 就可以轉回他們的SizeCom 這個是絕對比VZERO優勝的地方 對呀 好 當然 還有一個 聖理的圍巾 這部電單車是否正在飄電單車的時候 用呢? 有沒有鐵線呢? 絕對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那他給你做甚麼呢? 擺明是私人聖理 就不要說那麼多機器 我沒有送了一條頸巾給你 這麼多謝他 重點 他和VZERO的頸巾比 Medicum是完敗的 是 再送一次給你 再敗一次 對呀 始終兩間廠每一件事都有優劣 因為本身小弟 兩輛車都有 所以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實兩輛車的優劣在哪裏 那你最有資格說 兩輛你都有 也不要說是否有資格 作為一個玩家 都想就著這裏 我試讀的 可以分享其實兩輛車的優劣在哪裏 好了 看見本身其實Medicum的車型 是漂亮的 嗯 坦白說 如果純粹就著車型 或者就著細節位 Medicum是略勝一籌的 我想問一問 德哥 這個車殼是膠還是金屬? 是膠的 其實整輛車都是膠的 但是他那個coating 就做得很有電單車的金屬感 沒錯 所以當然你問我 如果你是合金控的 是 3-0是夠極地 你一定要選擇的選擇 滿足 如果你是外形控的 就像我這些 是 完全不會將金屬感放在眼內的話 只說外形 Medicum是贏的 如果真的說過優劣的話 這個是第一個對決的地方 好了 接下來我想要麻煩監製 就是由車頂慢慢地看看每個細節位 或者可以先看看駕駛手柄 儀錶 然後是按鈕 然後是入油 然後是排氣 座位 對 上色其實都很工整 當然大家都會看回車底 不要介意 其實你問我 3-0和Medicum 它在手機的處理方法 兩間廠都不行 即是不是很仔細 對 你問我一比六 其實它可以做到很多細節的東西 對 而且老實說 這輛真車 我亦都不覺得它的細節位是很細節 對 是真的可以完全地做出來 對 還有以Feed Midi 我覺得我不是很怪它 以Feed Zero做開這麼複雜的機械 應該距離來說也沒有什麼難度 所以這裏兩間廠 不要介意 兩間廠都失敗了 忽略了 忽略了 接著 夾 這些油壓 上色來說是沒有問題 對 接著又說一點對決 Feed Zero的油壓位 其實後面也有 即是這輛 這輛也有 但是前面就沒有 這個是Feed Zero完成 Feed Zero是否有油壓管 不動的 後面也動得很舒服 但這輛真是一般 另外 Feed Zero完成的就是這條鍊 對 它會跟著輪圈來轉 對 它會有連動跟著輪圈來轉 但是Madecom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OK 好了 當然 剛才說了 Madecom優勝的地方 是你不用多買一輛車 好 就這樣三支這樣拆開 就這樣拆開 就這樣拆開 對 沒有難度 完全沒有難度 對 那你就可以還原1號還是2號 看你想要哪一支 沒錯 但是Feed Zero會亮燈 這個 這個 真的沒有 換件的關係 後面這三個 對 對 完全沒有 是唇膠 重要 Feed Zero是有呼吸的 對 所以這一個 又是Feed Zero 完成它的地方 即是一人一個 人贏一個回合 當然 另外一樣 Feed Zero徹底完成的地方 就是價錢 對 這一個 沒有幾乎是三千 三千 三千 現在三千六百八 對 你可以買到兩架 Feed Zero 雖然Feed Zero 不可以 但是 你買兩架 Feed Zero 就變成原來 可以等於一架 亦可以兩架 莫名村人坐手 對 我想這個是完全 太勝了吧 對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整件事完全不同了 沒有話可說 所以當然 真是說坐上去的感覺 或者這些老老 確實這個 Medicom版是OK的 下腳架 好 前面的排氣 都可以隨便拍一拍 稍後看看 究竟坐了一個 門面超人上去 是甚麼感覺 對了 我們用Feed Zero 來做這個Model 都很Fusion 你都很Fusion Feed Zero 的人坐Mid 這樣的車 沒錯 這次好玩 其實我覺得 他是不是找了一些 做車仔廠 做電單車的一些 幫他做 為甚麼 因為 那些廠雖然是大廠 但是車的細節不是很高 而且價錢是相宜的 可能是幾百元有交易 五百元 五百元 可以調教到的 我也玩過這個 就是剛剛 這個超人 一號是比較高的 一號是比較高的 一號應該會比較好 對 好踩一點 一號會不會碰不到的 踩不下去 好像小朋友在單車那樣 我踩不下去 馬上踩不下去 立即在地上 我側面看不到 那個姿勢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做到 但腰部有點停 我想任何一間廠 它有少少尷尬 它始終有個空甲 雖然是軟膠 但是對於可動 其實都頗有影響 所以通常我擺 踩電單車 通常都是一隻腳踏落地 擺有型姿勢 但我們這些是不會 跟東西妥協的 基本上都不錯的 少少屁股離地 但也算是可以做到 這個拆騎的動作 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都喜歡Scycone 你絕對是可以 在兩個牌子之間 選擇你喜歡的一個 去入手的 沒錯 二選一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要like share 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當然我們絕對歡迎大家 comment 以及 什麼呢 donate 也不是 留言 comment 沒錯 還有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這次是special版 我們星期一出片 但大家也要留意 我們其實是逢星期五 晚上9點鐘 又有我們的直播 通常都直播到 9點多 12點 陪著大家一個很棒的星期五的晚上 其實我說我們現在已經是12點半 加班 記得看完這次相對比較精的片 說回你們的comment 看看我們接下來會不會繼續拍下去 我們有沒有下一次就看你這次的comment 記得多點看多點comment 多點like多點share 玩具TV 下星期見 下星期見 哇 好像兩個夢面出人感 可以收拾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